动男男一下试试 藤蛇脸上血色尽湿 远远地看我 对不起 凤凰依然严苛结问 你怎么敢杀他 回答我 眼眸漆黑 凤眸上条 俊雅的脸上充满了杀气 玉瑶从山门外颤颤巍巍地走上来 是凤凰 你还记得我吗 是我 我天天用灵花灵草喂养你 还用火养顶 助你修行 你还记得我吗 凤凰松开藤蛇 冷凝着脸 眼泛寒光 看着玉瑶 是你 我先下一名 这位凤凰神君不会 也钟情玉瑶吧 玉瑶嘴角微微上扬 走到凤凰身边 眼神里透露出狂热的光芒 是我 玉瑶 凤凰眼睛发红 眼神锐利 刚刚是这只手打他的吧 玉瑶眼神如丝 没有反应过来凤凰之意 怎么了 蚕指尖 玉瑶的手臂以一种极诡异的姿势折叠 伴随着的是玉瑶的尖叫 凤凰带着怒气野鱼 看向藤蛇 分明不是他 差之千里 你也能够认错 藤蛇 还不送你主人回去 回去晚了 这哥哥怕是要不成了 衡阳宗的小弟子们觉得自己得了事 都站在我和凤凰身边 喊道 滚滚滚 玉瑶叫得十分凄厉 哭着让藤蛇赶紧送他回去 他要见师尊 凤凰忧冷道 不日便去见你的师尊 藤蛇下山门前转头回望着我 神色复杂 凤凰不经意地往左侧身一挡 高大的身形刚好挡住藤蛇的视线 他语气温柔地问我 你没事吧 我顿了顿 无事 谢谢 你我之间不必言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南南 他用极温润的眼神看我 南南 好听的名字 我有些疑惑 便问 那神君你是怎么出事的 我有帮到你吗 我确实是死了 被玉瑶丢弃后 我本打算就此隐灭 但还好 得你孵化 幸运涅槃 我要守护你 他的眼中有着宛如润玉般的光泽 十分柔和 我也叹了口气 那之前藤蛇应该也能感受到我的气息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害死世尊 凤凰的嘴角扯其冷意 他就是个傻的 估计藤蛇一出世就看到了和你细细相识的玉瑶 所以才将他当成了你 还跟玉瑶结成了灵线 他不能为令 你师尊 要是我早一点出来就好了 我一字一句道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世尊说过 跟人才能讲道理 对于畜生 只能打得他们再也滋不了牙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凤凰离我很近 用极轻的语道说着 他继续道 南南 我也可以变成你的灵兽 成为藤蛇那样 随时可以叫他下跪认错的灵兽 我摇摇头 我需要你成为我的武器 但你想走便随时可以走 因为我修行不够 我要复仇 就必须要借助你的神力 我说得十分诚恳 但害怕凤凰拒绝我 我又强调一遍 你不想干了随时可以走 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 臭脸 南南 你能做到所有你想做到的事情 你对你自己的潜力一无所知 不是你需要武器 是我需要你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涌动的情绪热烈 一惊对视 如火烧般 我的面颊滚烫 凤凰说他有灭盘之力 可以助我重返修为 可是修炼的过程中 他却发现了一件事 南南 你的根哪里去了 我愣了一下 什么根 稻草根 凤凰恍然大物斑 我之前不明白 为什么玉瑶和你的气息如此像 腾蛇都能认错 如此道说得通了 什么 你明白了什么 你只有道身 尖根想必是在玉瑶身上 所以 你就算是有天眼 灵脉也修复不了 凤凰担忧的看着我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丢的吗 什么时候变得和凡人一般无二 我想起来了 我虽是一株草 但在雷结中生长 天资不差 被君起带回落神山后 仅仅一年就到了原因 在我带回神诞之前 我马上就要成为化神镜 到时候就连宗门长老联手 都不是我的对手 可就是在我晕倒宗门外后 就灵力全无 灵脉尽断 只剩一身天生天养的肉胎 我想了想 闭着眼睛道 三年前 我取得天眼和神弹后 再也没有灵力 从始至终 他们都在算计我 凤凰得之后也是气分万分 二话不说施法 你 你要做什么 我有涅槃之法 可以燃烧自己全部法力 帮你重塑仙根 但是之后我会变回凤凰蛋 三个月后才能恢复如初 期间你要护我周全 说吧 不管不顾的 他就把浑身的灵力 加上密法都传给了我 而我修为不断地在攀升 甚至突破了化神 成为了大成器的修为 三个月后 洛神山众人齐聚宗门广场 今日洛神山长老全部出现 诸位洛神山同门 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衡阳宗对我们下了战铁 势必要与我们 争天下第一宗之名 此番生死存亡之战 大家定要全力以赴 没想到我洛神山 放出去的一条狗 如今也赶回来耀武扬威 此番大战 老夫一定打碎 他的全身的骨头 是啊 大师姐纳斯 真是忘恩负义的狗贼 众人话还没说完 伴随着一股威压 我带着衡阳宗弟子出现 而玉瑶看见我 不管不顾唇我大喊 哈 你来了 今日薪酬就会一起算 腾蛇 给我上 而腾蛇还是一副犹豫的样子 但我实在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说法就控制了他 玉瑶 如果你自费修为 解除了腾蛇的契约 我可以放你下山 而玉瑶却不可置信的样子 看着腾蛇 你是不是故意不肯出力 你就这样忤逆我 师尊 洛神掌门飞身而出 拿着神物恶狠狠的对我说 他 那头 别怪我清理门户 我二话不说就是一掌 你会打着他剩下一口气 那 大成器 怎 怎么可能 洛神山的长老见我修为超越他们 一个个都不敢动手 我看着之前那名弟子 他已经吓得不敢说话 去那边学狗叫 叫够一个月 我就放你下山 信 谢谢大师姐 我这就学狗叫 我是狗 我是狗 而玉瑶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举起手就给你巴掌 你满意了 什么都想要 就连我的仙根你都挖走 大师姐 不 不是我的 是师尊 师尊说怕你修为高过他 就趁你昏迷挖了你的仙根给我 腾蛇弹也是他拿给我的 不是我做的 大师姐 你放过我 话说到这里 我看向军起的目光更加冰冷 我会把你泡在寒潭三年 然后让你跪在我师尊的墓前生生世世 而玉瑶 哼 解了腾蛇的契约 你下山去吧 我愿意解除契约 谢谢大师姐 玉瑶说完就施法解除了腾蛇的契约 而腾蛇则是跪在我面前久久不言 哼 跪着吧 别起来 随后 我对着落神山长老说道 全都自费修为滚下山去 莫要脏了本座的手 他们不敢不听 因为如今他们在我手里 如同蚂蚁一样好捏 而下了山的玉瑶庆幸自己果果一解 直到一刀剑光闪过 他倒在了地上 谁 为什么 不是说放过我了 呵呵 放过你 我今天还要拿你的人头到我师尊的墓前 大师姐 冷冷地说道 从此 你们落神山 就真的绝户了 小伙伴们 看到很多人说都想知道暖暖这种动画是怎么制作的 为此 暖暖让专业的老师把制作教学课程也发布出来咯 大家点击对应的播放列表就可以看到动画制作教学视频了 对制作动画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不要错过哦